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 这是在当地中文学校的一间教室 在座的这些苏里南人正在跟着中国老师学中文 不过和一般的中文兴趣班是不一样的 这些学员他们都是苏里南政府的官员 怎么回事呢 原来中国驻苏里南使馆苏里南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 和苏里南中文学校合作 办了这样一个政府官员汉语培训班 虽然首次开班 但是的主办方也是煞费苦心 专程从中国汉办请来了两位老师 把一百多位学员分成了三个班 半年后结业 苏里南的政府官员怎么想着去学习中文呢 你可能有所不知 苏里南的人口呢有五十多万而华人华侨就占到了将近百分之十 有五万人 有意思的是很多当地的居民啊 虽然看起来是黑人面孔 一句中文都不会说 但是呢却有着中文名字 比如苏里南警察总局的局长叫做曾丽希 就是因为祖上有中国人把祖辈的名字传了下来 再加上中国和苏里南的贸易往来 文化交流是越来越频繁 不会一两句中文啊打起交道来还真挺不方便的 那么他们在培训班里到底学的怎么样呢 我每天学习中文 我爱中国 我爱中文 我爱中文 谢谢 不客气 怎么样说的还不错吧 其实呢最初来汉语培训班报名的学员是远远抽出了主办方的预期 没个满了 怎么办呢 没关系 鉴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主办方已经有了新的计划 那么初步打算是这样 当时有很多没有报上名的其他的部委的政府官员 我们为了准备为这些新学员呢 在增设第二期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呢 就根据第一期毕业结业的一些学员的水平和自己的愿望 那么就考虑是不是要再开这个提高班 不但要会说还要会写更会写更多的中文 把它办下去 办出影响 办成一个品牌 其实苏里南政府官员学习中文啊 对于当地的华人来说呢 绝对是一件好事 不仅呢提高了办事效率 华人和当地政府之间也能够增进了解更好的沟通 把目光呢 聚焦美国 来看 这些年轻人齐声的高喊加油 他们在做什么呢 是参加自行车比赛吗 试骑自行车 但不是比赛 算是一次特殊的骑行吧 虽然呢是在美国 但却和远在中国湖南的孩子们有着密切的关系 怎么回事呢 这些年轻人啊 都是单行道微工艺团队里的成员 他们大多呢是来自北美著名高校的中国留学生 要从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出发 用两个月的时间横穿美国十一个州 一直去到哪呢 首都华盛顿 差不多有六千多公里 目的就是为了给中国湖南省淮华新黄洞族自治县 黄雷乡中心小学的孩子们提供三万份免费的午餐 这次骑行团队大概有七个人 来自五个不同学校 加州的南加州大学 三福大学 还有北卡州立大学 福吉尼亚大学 还有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刚才的这个小伙子啊 就是这次微工艺行动的发体人 他的名字叫张江阳 江苏人 父母都是工程师 自己呢 则是南加州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的一名博士 今年27岁 在浙江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啊 六次下农村支教的这样一个经历 让他感到山区的孩子们 他们学习真的是非常的艰苦 他一直想啊 找机会能够帮助到他们 前不久呢 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 决定发起这次特别的公益提醒 希望能够借此来呼吁全球两百万海外学子 不出一分钱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支持他们 比如说呢 转发他们的微博 拍一张有中国元素的照片 或者是拍一段自己的故事 用社会各界汇聚起来的这个巨大的正能量和关注度 来呼吁企业认捐免费午餐 应该是中国学生啊 关心工艺 关心社会 关心发展 特别是关心我们国内的所需要的人的发展 这应该是一些很正能量的事情 我们也表示支持 如今这些年轻人的梦想正在一点一点的实现 他们的官网 微博 微信 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球各地的小伙伴们的支持 现在呢 已经有一家企业认捐了一万份午餐 看到这儿呢 您会想到什么 我想到两句话 一句是 物以善小而不为 还有一句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好 同样是慈善骑行 这位啊 有点不一样 来看马来西亚 照片上的这位骑着三轮车的人呢 是槟城的华裔慈善家 名叫谢志文 今年55岁 人家要骑着这个三轮车 来一次 马来西亚半岛的慈善骑行 为的是鼓励热心人士 给槟城敬连慈悲院来捐款 来看 坐在他身后的这位呢 就是敬连慈悲院的创办人 绝连法师 这个敬连慈悲院啊 是马来西亚唯一的临终病人 安宁护理之家 尽管呢 每个月的开销呢 高达是14万元人民币 但仍然是坚持提供24小时的免费服务 靠着公众零散的捐款 售卖二手货等 已经撑过了11个年头 据马来西亚光华日报报道说呢 谢志文已经在6月初 从这个敬连慈悲院出发了 计划呢 进行2000公里 预计30天之内完成 希望能够给静连慈悲院 筹得800到1000万元人民币的 这样一个重建资金 特别有意思的是啊 这个谢志文呢 为了这次慈善骑行 专门花了800元人民币 买了这辆 已经有45岁高龄的三轮车 除了靠他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之外呢 他还要告诉大家 这又重又老的三轮车 都能跑那么远 他这次的筹款计划 也一定能够成功 好 再到西班牙看一看 这是巴塞罗那的圣家堂图书馆 再看这张 都是中文书啊 没错 最近呢 圣家堂图书馆的中文馆开馆了 据西班牙欧华网报道说呢 中文馆啊 除了中国经典著作 比如说红楼梦西游记的还有汉译的老人鱼海 一千零页 甚至连中国的文史资料都能查到 共有2500余册啊 相当是一个市级图书馆的这样一个层数规模 只要您拨打一个预约电话 就会有中文翻译志愿者为您服务 像什么借阅规则了 开门时间 你都可以无障碍的词询 我想啊 以后呢 不光是华人朋友 凡是对中文有兴趣的朋友 都会聚在这里 这也将成为西班牙多元文化融合交流的一个新的平台 好 再把目光的转向美国 来看这张黑白的照片 这是145年前在美国太平洋铁路竣工的地方拍摄的一张竣工照 我们再来看第二张照片 彩色照片 这是在前不久同一个地点重新拍摄的铁工照 你仔细看啊 这两张照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虽然这个黑白的照片呢 不是太清晰啊 不过呢 我们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这145年前的照片里 没有一张华人的面孔 而新拍的彩色照片里却多了许多华人的身影 那么这两张照片的背后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这还要从149年前说起 从1865年到1869年 这将近五年的时间里 有一万多名华工参加了太平洋铁路的修建 占修建西段铁路工人总数的90% 华工们大多来自广东和福建 当时啊 铁路最艰险的路段 基本上都是由华工们完成的 然而这条铁路竣工的时候 也就是1869年的5月10号这一天 施工方竟然没有邀请一名华人参加竣工照的拍摄 这件事啊 让很多在美国的华工后代们 哎 心里不舒服 感到不公平 前段时间呢 一位来自纽约的华裔摄影师 李扬国决定要重新拍摄一组 哎 这样的竣工照 地铁呢 也是在当年竣工的地方 而主角却换成了当年华工们他们的后裔 这次活动呢 得到了很多华工后裔的支持 大约有200多名华人和亚裔民众参加了拍摄 呃 这次呢 关于历史正义的拍摄活动呢 即使对过去那段被忽略的历史的重新认识 更是我们这个时代 华人历史崭新的开端 接下来呢 给打算来华工作生活的华人华侨朋友们 带来两条好消息 那头一条呢 咱们以后回国啊 户口签证的办理手续会更加的方便 具体情况我来听一下 海外的中国公民 可以用护照来证明他们在中国国内的身份 第二呢 就是海外的华侨要回国定居 包括恢复户口恢复身份证 过去是需要找公安部门 现在直接找乔务部门 就可以了 对华人 最主要的是增设探亲类的签证 还有一个增设了一个叫团聚类的 这个证明 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外籍华人申请中国绿卡 也就是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证的门槛 有望降低 这个绿卡制度到现在实行了已经十年了 据我了解有关部门呢 也一直在研究 在实施的过程当中 放宽 对外籍华人的 获得这个绿卡 申办这个绿卡的一些条件和要求 我相信呢 总的趋势呢 是会放宽和降低的 这些新的办法与条例呢 透露出了中国政府鼓励海外华人华侨 寻根问祖 建设中国 是真正汇集桥窃关切的具体表现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肯尼亚来看 图片当中 蹲着戴着眼镜 穿蓝色衣服的这个中国小伙啊 名叫陆阳 是来自重庆师范大学 大二英语专业的一名学生 他是今年寒假 到肯尼亚支教时 拍摄一张照片 你在看他身后 这些黑人朋友 和他身边的这些华人同学 都是当时一起工作的小伙伴 说起支教啊 你也知道 一定是和艰苦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呢 您恐怕仍然是无法想象 你看 就在他们身后的这间铁皮房屋里面啊 这个是垃圾遍地蚊虫成群 400多个小学生中 有170个是孤儿 超过50%的儿童都有艾滋病 还有五六个孩子啊 患有严重的皮肤溃烂 不光是您 这陆阳刚一到那啊 也是吓了一跳 但是更多的还是心疼 他决心要给孩子们重建学校 但是呢 对于一个大二的学生来说 自费一万多块来支教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 重建的钱又从哪来呢 据重庆商报报道说 陆阳和其他支教的中国小伙伴 一起在网上发起了 点亮我的童年 这样一个捐款活动 短短一周就筹集了 三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四十一万三千五百先令 你看这钱够了 他们又找来了这个设计师 还有工人 开始新建校舍 学习环境的改善 让这些曾经躁动的心 安静了下来 因为他们描绘未来蓝图 搭建了一个缤纷的舞台 在这儿呢 我再问您一个问题 平常是不是总接到一些 莫名其妙的骚扰电话 比如说什么广告啊 推销啊 理财什么的 其实啊 这种情况在澳大利亚是同样存在 当地不少华人反应啊 他们在澳大利亚买房 经商之后 个人的财务信息 就被非法泄露了 经常会受到一些 什么推销电话的骚扰 虽然在澳大利亚呢 有很多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 但是去拿这个新媒体时代的社会问题 没有了办法 好但呢 澳大利亚新隐私法出台了 再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就可以到澳大利亚信息专员办公室 来投诉他 凡是违反了隐私法的公司 最高会受到一百七十万澳元 那么折合人民币呢 就是九百七十万元 将近一千万元的这样一个天价罚款 一次就给你罚到倾家荡产 看你还泄密骚扰别人 对付这种无良商家 就需要这样强大的震慑力 好 关注完了全球华人资讯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华人故事 介绍今天华人故事主人公之田呢 先和您聊一聊紫檀木 这个紫檀木啊 作为一种高级木材 因为生长缓慢 成材极难 从古时就有寸檀寸金的说法 而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陈丽华 用他自己毕生的经历建立了一座紫檀博物馆 大力的推广紫檀文化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陈丽华 走进他的紫檀博物馆 在北京高杯店 有一家中国紫檀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收藏着近千件紫檀艺术品 中风多宝格 茶几睡床 渐渐是难得一见的精品 熟悉紫檀木质属性的人知道 十檀九空 最大的紫檀木直径为二十公分左右 所以极难制作大型家具 但在紫檀博物馆里 却让人大开眼界 这里有按一比十比例建造的 北京永定门骨件模型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都是 都是按等于十比一 就放十倍就是原件 但做的是完完美美 每一块你看你看这个砖 本身就是一比十往上贴 贴砖 所以做起来 你要一看起来就不像一个新门 就像一个老门 你看那个红柱子 红柱子你要是用油漆来代替红 不适合 所以就本身木质永远不会变色 百年千年都会永远是这样 向记者如数家珍介绍展品的女士 不是别人 正是这座紫檀博物馆的拥有者 也是我们今天华人故事的主人公 陈丽华 陈丽华告诉记者 这些紫檀木制作的家具 在展厅的光线下 呈现的光泽都是木材本身的自然光泽 看起来非常有质感 因为木材稀少特殊 以前都是专攻皇家使用 以这套屏风宝座为例 在清朝的时候 光是这套家具 就可以置换十五套的官家宅院 陈丽华特意邀请记者 抬动一下 你来抬抬 这个啊 哎呦 真的是特别不容易 这个臭 真的很臭 非常臭 这个就这个 陈丽华告诉记者 衡量紫檀家具优劣的标准 一是看紫檀木的质量 第二要看的是加工工艺的水平 在紫檀布物馆的最大特点是 很多家具都是当年 照顾公服务院里的文物家具复制的 这个呢 我们到了 我们买试试图 真是眼睛 跟鼻子看不见 就这一进去铺试铺的图 就能起来这么厚的尘土 细腻的图 把它也盖得特别细腻 最后我们就拿 上楼慢慢慢慢扫 把它要扫起来 我们就提这个样子 差不多两天 真正就是民族文化的艺术 艺术的传承 走遍世界 所以对这个来说 大家来来看都非常好 而且都想在上照相 我也可以上桌子 这个做法呢 就是观人做 他这个可以扶着 他这个袖子长 在窝区的观人那一座 是非常的 非常的感觉就是观器 而且有一种皇家气 把这个人衬托进来 正气 对 一谈起子坛家具 陈丽华就停不下来 有着2014白手起家 女富豪称号的她 为何会清理子坛文化 为何会建立起首个私人 以中国二字命名的博物馆呢 说起这个故事背后的 取得经历 还要从陈丽华 小时候开始说起 从小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家具 从家具坏了的 我就拿起来 怎么给插上 那时候特别的笨 那时候就感觉说 插上就可以做 再一做就坏 但是一直就想 把它恢复起来 从小的时候 几岁到十几岁 到二十几岁 就感觉对这个家具 就是没有什么 胜过她的 我的最向往的 最喜欢的 虽然从少年时 陈丽华就对家具 有着浓厚的兴趣 但是实际上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陈丽华从香港 创意成功归来 她才开始有条件 去搜集整理 珍贵的老旧家具 甭管是短什么的 我都愿意收来 完了我再把它配上 再这个配那个 再把它做起来 从那时候感觉 做起来说 哎呦真好 我能不能去 再把这个 找子坛买子坛 我把它重做起来 那时候就是 黑天白天都在想 什么时候 能再恢复一家 修复旧家具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陈丽华后来了解到 木匠们在修补古旧家具时 都要遵循 从古至今传下来的规矩 那就是按原样修复 和修旧如旧的原则 最难的地方就是说 一个花在什么时候 开始最美的时候 就是八点钟的花 十点钟就开始 慢慢慢慢就水退 那时候的花 大概就是 太有感觉 就是说一朵鲜花 就非常的美 就像一大姑娘 就特别喜欢 这个姑娘一样 那么把这个动态 要把它做出来 这个雕刻的时候 就要把它雕出来 雕刻不出来之后 我就天天早晨起来 到这花那边 六点钟我就起来 五点钟起来 蹲着看 看那露水 在花上 有很多的露水 等到太阳快出的时候 一晒的时候 露水慢慢慢慢 吸收在花里头 在那时候那花瓣上 再慢慢慢慢 再开洞 那是非常漂亮 就这样 接触中国古典家具越多 陈丽华就越为痴迷 他开始寻找紫檀木料 紫檀木一般生长 在热带地区的山阴面 而这样的地方 大多是野兽出没 蟒蛇肆虐的原始森林 因为亲自去找木料 陈丽华有过戏剧般的生死经历 我们到了缅甸 下来飞机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 我回头一看 底下后边有人喊 我说好人喊 我回头一看 有一个妇女 光着膀子抱着一个孩子 也没穿衣服 就打这个马蜂 我一看 哎呀 我快回来快回来 马蜂 这时候万回跑的时候 关着门 还关进了几个 十几个马蜂 它是七里蜂 那是一个长面包车 把一个车都包围看不见 最后就赶快找老乡问 这个马蜂折了怎么办 后来他们就敢用药 用他们的草药给贴上了 后来又到第二天 再把这个药摘一些 这个就这边脸就基本就 就回复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一生中最惊险的 回忆起这段生死经历 陈丽华很是平淡 她说 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她都会安慰自己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对于过往的经历 她说 难忘的并不是这些 而是一次对木材的失误处理 悔恨的让她想去自杀 我那时候买紫檀 我把一个紫檀的山买掉了 买一个山 那时候木头好啊 一开始那时候没人发过的 都是用斧子砍 砍形成大象 从山上拉 拉下来 特别好 哎呀 我就有一个人来了说 这个紫檀的油性特别大 做出会就裂 所以处理一下 我说怎么处理呢 她说应该用开水煮 哎呀 我这木头这么多 这么长 怎么煮啊 就买那个大钢板 这么厚的钢板 买的是八张 特别长的 用电汤焊起来 把它底下烧火 煮一个月 因为煮了可能有两三百方 煮了一个月 等到一个月 等到到掀开的时候 再看 紫檀没了 都变成粥了 就好像是 那个 那牛皮栋 就好像那个 做着 做着猪 什么牛皮栋 就 豆酱似的 当时我就傻了 当时就哭了 自己想自杀的心 那个热锅就想跳到锅里去 一块死了算了 再一看呢 晾凉了以后 歪不出来 就就是拿那个手腕头捧 那个 年龄 拿捅一点一点 弄了好几天 最后那木头拿起来了 就像特别像 特别轻了 就还不如松木呢 那时候买的 现在想起来 我的时刻都 都想 都想掉下来 无法追回的 惨痛损失 给陈丽华 上了沉重的一课 也让他更加 发奋学习 古典木材家具的知识 再后来 机缘巧合 陈丽华 结识了 故宫博物院里的 几位老专家 还被允许 进入故宫库房 观摩学习 双方合作 复制了多件 故宫真品 这也是在 九十年代 为数不多的 故宫博物院 与民间人士 合作的例子 这也让陈丽华的 古典家具文化的知识 越来越深厚 而且中国的民族文化 看起来 真是看不完 看不透的感觉 从心里就像上学 从一年级开始上学 到现在 我还认为 我在没上完的学 还是在学习 有很多的朋友 我跟他们说 我说 我们做家具 不是为了一个家具 我们把我们民族 传承的文化 学来 而且把它 传下去 是我们做了一个 就是说老一辈 留下的 艺术功德 我们在这方面 去做 因为从不对外 售卖 陈丽华恢复收集的 古典珍贵家具 成倍的增长 收藏的这些家具的 库房越换越大 在很多人的质疑下 促使陈丽华 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他要建一所 紫坛博物馆 专门用于展出 推广紫坛文化 1997年 紫坛博物馆破土动工 陈丽华风雨无阻 守在建签地 在紫坛博物馆里 还展出着当年 陈丽华在建造博物馆时的照片 这是风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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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九八十 池崇瑞 作为陈丽华 最亲密的伴侣 已经陪他走过了26年 那段日子对他来说 一样是刻骨铭心 他天天在那儿盯着 我也陪着他盯着 看着人家建 完了看着人家装修 还有装修的头 头不弄得乱七八糟 我也在旁边坐 就会会晨晨的 你就催我回去吧 等到真正把博物馆建好了以后 好了我说陈丽 我说你建好了博物馆 你老是三岁 我说你的皱纹增加了三岁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九日 在历史两年建设后 中国紫坛博物馆终于对外开放 博物馆吸引了国内的大批爱好者 来参观学习 其中有人为求一件展品 向陈丽华开出百万美元的支票 但都被陈丽华拒绝 然而另外一方面 从2000年开始 陈丽华自己掏钱 亲自带着展品去到世界各地参展 美国史密森博物学院 法国香波宝 德国德雷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等 世界知名博物馆 也相继收藏了陈丽华的紫坛作品 陈丽华愿爱推广紫坛文化的热情 从未减轻一分 每天她还是要到位于通州台湖镇的家具厂上班 这边呢比较简陋 因为我们是住在盖菜片 这个呢就是一个紫盘 就是搞一个八碗柜 这个柜子来说就是平安 这个现在我们刻的是第一轮 第二轮第三轮 那时候一看就像一样 现在还是在养护 现在养护有一年多了 这个就放在养护就一年多了 一年多 这个瓦罗塞刻到两到三年后 才能在住宿里再养护 才能一路全出来 陈丽华说 家具制作也是一门手艺 她最为看重的就是手艺的传承 三十年前跟随她的老师傅 如今也都有了孙子 而他们的后代也都在这里工作 她把这里看作一个大家庭 每天只要她守在这里 闻着木头香 就觉得心里特别的宁静和踏实 我日我活着就把她点起来 值得在内也值得 所以把她将来留给国家 留给人民 是我的一个义务 陈丽华说了 目前她最大的心愿 就是用紫檀木制作北京城 十六座老城门的建筑模型 如今她已经完成了永定门 德胜门还有安定门三座城门的模型 让我们共同来期待 作品大团圆的那一天 好了本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下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